我們這條影片就看一下課後練習3的幾條題目 我們會先看第一和第二條 我們先看看第一條 我們做過很多次 記住我們要把熱的東西和冷的東西找出來 做混合的題目的時候 現在熱的東西有什麼呢 繼續用紅色表示 就是0.8kg 70度的水 冷的東西就是0.5kg 24度的水 假設沒有能量散失 他就問最後混合物的溫度 這個又跟我們一直都在做的題目 我們一樣要畫幾條線 把熱的東西先畫一條線 好了 熱的東西有什麼呢 這條線呢 代表熱東西 好了 它是水來的 它的質量就是0.8kg 它的溫度T就等於70度C 水的水 水的容量C 就是4200 J KG-1 度C-1 好了 對於冷的東西呢 我又畫了一條線出來 好了 那這些呢 這個部分呢 就代表冷的部分 它是什麼呢 它一樣是水 它的質量 它的質量 就等於0.5kg 它的溫度就等於24度C 好了 然後它的比以容量呢 都是4200 J KG-1 1.-高度C-1 1.-高度C-1 追登後 這次題目是問你 混合物的溫度 因素T是 avantM neurons 所以它下降的溫度就應該是70-T 凍水上升多少度呢? 就是上升到這裡 記住要看溫差 而溫差就是大減小的 溫差的溫度是大減小 所以就會T-24 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接著利用一次E等於MCWT 熱水和凍水都會這樣利用 熱水母的多少能量? 熱水母的能量就是M 它的M就是0.8 它的C是4200 它的DeltaT就是70-T 另外凍水級的能量是多少? 又是MCDeltaT 所以它的M是0.5 冷水和熱水都是一樣 熱容量是4200 而DeltaT 剛剛我們分析了 就是T-24 好了 假設沒有能量的散失 是否就是說 最重要這一步 就是熱水沒有的能量 就等於凍水拿到的能量 好了 我們把熱和凍的分別射回去 就是0.8 4200 70-T 另外一邊就是0.5 4200 乘回T-24 同學到這裡 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全部都乘4200 那些大數 其實數字就會很大 我在課堂裏面都說過 有些零可以弱了 譬如如果全部都在課堂裏面那些東西 就不可以亂約的 OK 但是你說全部是外面乘的東西 簡單來說 左邊有4200 右邊有4200 其實這個4200 就可以約選了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4200 兩個 那怎麼辦 左邊可以約一個零 右邊又約一個零 那就約一些零就OK了 好了 我們看看下一條有沒有機會試一試 好了 那我們跟著 約完之後 你就會看到 這裡是0.8 剩下的就是70 減T 右邊會剩下什麼呢 就是 0.5 乘回T-24 我相信這樣做之後 同學會容易一些 0.8乘7 就是56 記住用計數機 這裡就是0.8T 就會等於 減到0.5T-12 然後將未知數搬在一起 未知數搬在一起之後 而且我喜歡以為是正的 所以呢 所以我們可以得知些什麼呢 先寫回等於 我將0.5繼續留在右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將0.8T搬過來 就變正了 最後的未知數呢 就會是正數 另外56繼續留下 將-12搬過來 就變成加12 那就這條數了 好了 去到最後階段了 我寫在右邊 56加12就是68 就等於 1.3T 除了除68除1.3 你計出來的答案 T T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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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的等於 52.3 度 4 第一條 又很簡潔地完成了 第二條的做法 也是很類似的 第二條的做法也是很類似的 我都試試給大家看 這次有熱的 50KG 80度的熱水 另外 冷的 200KG 20度的水 混合後 會怎樣呢 一樣我畫幾條線 對於熱的 它是水來的 OK 既然它是水來的 M呢 就等於 50KG T呢 就是 80度 C 好了 凍水 凍水有什麼 凍水有呢 就是 M呢 就等於 200KG T呢 就是20度C 這次給伊容呢 我就偷了 寫完給大家了 C呢 就等於 4200 JKG-1 度C-1 藍色的凍水也是 C等於 4200 0 JKG-1 度C-1 好了 混合後 去到某一個溫度 這次的溫度 亦都是 不知的 好了 熱水呢 就放能量 凍水呢 就拿能量 其實圖就是這樣 好了 留意了 其實跟剛才一樣 熱水落 降低了多少度 如果你記得大減小的話 又是80-T T 冷水落多少度 一樣是 大減小 就是T-20 那熱水 不見的能量 就會是 MC Delta T 那就是這裡呢 就為 50 4200 今次這個Delta T 就是 80 減T 另外 冷水落的能量 就是200 乘回4200 乘回T-20 就這麼多了 當你寫到之後 我們就搬回去 熱水污的能量 等於凍水 拿到的能量 我希望一會 你留意一下 我怎樣去約 這條數 好了 我寫低了 首先 這裏 起幅圖 很清楚 這裏 放大一點 50 乘回4200 乘回 80 減T 就會等於 200 乘回4200 乘回T-20 又會見到這裏 剛才說過 如果大家左右都是4200 就已經約了 好了 留意了 這裏 50和200 又沒有機會約 有的 為什麽 先約一個零 你就會見到 這個數 如果你不認識 5和20 不要緊要 但如果你認識 其實這裏 約5和 把5除過去 其實這裏只剩4 避免大家混亂 我暫且 只約一個零 我再把公式重寫一次 約5在這裏 這裏就是 80-T 就會等於 等於什麼呢 這邊就是 20 乘回T-20 但是雖然你說約了幾個零 和4200 其實這條數 就已經簡單了很多了 在左邊只剩下 400-5T 就應該會 等於 20T 再減 400 我們繼續做下去了 又在右邊繼續 好了 你見到的東西 就會是什麽呢 跟剛才一樣 我把某些的未知數 搬到右邊 就會變成正數 20-T 我把負5T 我把負5T調過去 變成加5T 分了顏色 我絕對覺得同學會看到 400繼續留在左邊 我把藍色的負400調過去 就變成加400 所以只要你不錯正負號 你就做得到 這裏就只剩下800 就等於 25T 我把800除25 就等於 計算到 T就等於 到C 這兩條題目 希望都幫到大家 OK 不算太難的題目 只要你學懂的方法 你就做得到 OK 同學 下一條片 就會有餘下的題目 OK 好 加油 拜拜